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而25号也是县长、议员、乡镇市首长 以及乡镇市民代表的就职日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镜头一块来了解 花莲县第19届县长的宣誓就职典礼 25号的上午在县府贵宾市举办 由卫福部长薛瑞源担任监事和监交人 县长徐真卫在宣誓之后 随即在县府前的史料公园进行了就职感恩查会 徐真卫宣告将和乡亲共同打造 县上有温度、县下有速度、政策有精准度的实证方向 花莲县政府25号上午在县府贵宾市 举办第19届县长徐真卫就职典礼 由卫福部长薛瑞源担任监事人 并将应信给徐真卫展开第二任的县长职务 恭喜徐真卫县长连任第19届花莲县长 县长徐真卫宣誓后 随即在县府前石雕公园进行就职演说 他首先感谢所有花莲乡亲一路以来 对他的爱护、支持以及指导 未来将带领县府团队 加上花莲近33万乡亲 携手同心让花莲更美好更进步 感谢所有的花莲乡亲给真卫 以及县政府团队的信赖以及支持 另外在未来四年一个郑重的托付 我想这是责任也是重担 但我们未来要面向非常多的挑战 我想危机也是转机 在这1460个日子来 我要谢谢所有的乡亲给真卫很多很多的鼓励支持 在未来的四年 真卫更希望透过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团结 互相的包容 我们大家一起让花莲成为安郡乐业 成为一个新花莲 花莲又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地方 我们更希望身在花莲长在花莲的人 以及从外线是移到花莲的人 乃至于从国际移入到花莲成为花莲的新住民 我们都希望花莲县政府 我们大家一起敞开双臂 倾听民意 让所有的大家的梦想 落实在花莲真优胜美地 落实在花莲所有的政策当中 因结合2022花莲幸福圣诞城音乐会 聚集了将近有千位的乡亲共享盛举 在庆贺县长就职之余 也享受圣诞节的热闹氛围 记者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